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一次万众期待白乐845 我自己也很兴奋说实话 我估计这个视频嘛 因为我都没有写稿的 我就是直接心拿回来这支笔 我直接就讲了 那竟然去表达我自己的第一个感觉 因为我只是纯分享视频 毕竟我也不是说组织是干这个的 就单纯分享 然后做视频 娱乐娱乐这样 那这个我说实话 我真的也是很兴奋 然后看到这个logo 我刚好选了 你看现在有太阳的时间 我来展示这根笔 因为拍片有时候要打光什么的 然后都要选时间 不是说我直接拍 然后马上就有的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我去这个文理 这个845这个夸张的包装 说实话我真的是不太介意 以它这个价位的比的话 这个比的 毕竟它不是那种几百的比 那几百的或者 我觉得一两百以下的 其实就是简单纸和包装就可以了 像这个的话吧 这个我我试一下打开一下 我去我去 这个激动我激动 然后还有一张 这个泡棉是 可是哪来那个 什么就是哪来 呃,呃,什么 隔一下吧 哇,这个纸盒 然后,我去 然后这样子拿 我这 明显是那种表盒的那种 就是劳力士或者 如果有买过劳力士或者万国等等 都是这样子一个 当然没有人家那么多层包装 那它这个可能就一层 我去 然后这个木盒 哇塞 你看这个反圆角 哇更 比万家的那个 要给力啊 然后最棒的是还没有放logo 然后这个就拿来去自己去做一些DIY的话 真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盒子 哦,这个不是同一块木头了 没有万家的那个那么的 呃,怎么讲的极致 但是它这个反圆角吧 我去,真的是很激动激动 然后哦,上面还是这个 哦,这个这里是一片的 那它这个应该是哦 哦,下面还有这个哦 你们看一下这个 呃,呃,泡棉啊 也不知道有不能看到 上面还是有一些散粉的 我去,这个泡棉真的好给力啊 这泡棉你看这散粉 哦,这好久没有开这种高级笔了 然后就,我突然就很激动了 不行不行 我,我要收敛一下 哦,这 然后它上面这个木盒嘛 真的,你看就是它应该是用那个CNC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就把车 然后再把四个对 再把四个面给贴上去 啊,好像也不是哦 不对不对,还是用木板平的 然后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是应该是一块过的 然后下面这些再一块块酱品 啊,对的 然后百乐放在这 哦,这个 硬起来 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然后这边 我这个泡棉 不知道视频能不能看清哦 尽量给你们展示一下 哦,这散粉 我太给力了 这包装 不行不行 真的,我快收不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说明书 然后这支比我是少有的全新买 我平常是买二手的 然后再自己放心 抛光 或者等等处理 然后再来去做视频的 这样子第一个也比较省钱 另外一个的话也比较环保 然后保证书啊 然后这个墨囊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放一边 然后引路也年了就是我们的一个 845 我去 他没有那个笔套什么 职业就这么一放上去 哦 这完全舍不得打开啊 这个 哎呀,太阳没了 不过没关系 刚刚需要展示的应该差不多 然后这个的话 他这个包装 这里是有个凹口的 那方便你去拿 然后这个布吧 感觉 包起来的话 你看他故意 不知道这个折纹吧 就这个flow 就他是不是故意的 但这个一看 你看这个 哦 好有感觉啊 这个 然后这么一拿 哦 而且他刚好就是用那个泡棉隔着嘛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他防撞性 其实还是可以的 里面我摸一下 应该就是 一个薄薄的一个胶片 然后就包着这个 然后他故意没有包的 拉得非常好 故意留出这样子一种 就是像一个非常高级的那种布 非常厚 然后还有那个布也是有反光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 你看这个布 他是有那种反光的 我去这包装太高级了 不行不行 我我我我激动了 然后我先赶紧来 啊 舍不得剪开啊 这 这个我我我我再剪开一下吧 这个 哎 轻一点轻一点 好 可以 然后 然后 这个 我买的是一个币肩 我这 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初肩嘛 那基本上还是要搞币肩 然后这个 我们来先拿开一下 好 好 OK 那好 引路也年了 就是先是这支笔 然后还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先来那个 对比一下一个尺寸吧 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应该不用放第四支笔了 三支笔就够了 因为大家都同等级的差不多 好 那看一下那首先 百乐85的一个尺寸 哇 你看这个太阳刚好出来了 然后看这个 呃 尺寸先 首先他的这个笔帽的话是最粗的 笔杆的话是这样子 那 呃 跟这个146和800一样 都是有这里 这里 中间粗的这样子一个弧度 那这 85的还明显一点 然后他长度的话也是 照这么看应该是跟146一样 但是呢 嗯 嗯 出戏的话 呃 会跟800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一点 但是其实三支都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哦 这 激动了激动了 这这这不行 这不行 这这这这这一期真的是 哦 下雪本了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然后这个是百乐的15号尖 那 呃 跟那个743 百乐的743和823是一模一样的 比肩上面的鞋感那一个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你看这个肩的一个大小 它是跟800差不多大小 比146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点 那应该是属于标准那种345号肩 好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哦 差点差点差点 这激动激动 好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看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还是例行需要量一下的 因为每次看这个大小 因为镜头它是有一个近大远小 有一个 呃 透视在那边啊 好 那个我们再下来看 总总长是150的一个总长 哇这 果然是还是要买这个东西 然后整个整个人就激动了 不行了 134的一个拔帽长度 真的真的 还是要搞这个 这个这个人瞬间就开心上不少了 这啊 我已经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了 好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这个 OK 好 这个呃 盖帽长度27.8 比想象中要轻 好 然后再下来了 哎 哦 16.7 大笔来讲达到这个重量还是OK的 比较意外比较意外 这个重量还是挺好的 好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摆了845的笔尖了 因为我以前做823的话 应该还没有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重新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然后这个是双色尖15号 那笔尖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啊 漂亮是挺漂亮的 我买B尖了 这个B尖的话估计也很少人去看过去买B尖了 因为我当时买F尖的话 其实 呃 相对来讲空墨出也是基本上同样问题 出墨很大 然后呢这个 B尖你看 那前面的伊利的话基本上非常也算是比较大颗了 然后是一个偏 刀锋 应该是属于一个水滴和刀锋之间的一个打磨 然后前面这个伊利你看这个 呃 真的是非常 因为是B尖所以非常的宽 然后看到里面的这个中缝 夹得非常紧了 摆了这一点应该做得非常好了 因为它品控真的是非常到位 但是我从侧面去看它是一个偏刀锋的一个B尖打磨 那这种笔尖应该我是很少试到的 我平常B尖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水滴型打磨为主 就屁股尖水滴型打磨的那样子 因为我用欧比比较多嘛 热比的B尖说实话就我第一次试 那相对来讲它这个粗细也是等于那个 呃 欧比的M尖也就是我常用的一个尺寸 那这次 哦 这个笔尖这个笔尖真的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 是不是很给力 然后百乐的这个压纹了吧 呃 你看还是偏粗的一个压纹 细的话 那个现在还是欧比的那个压纹细 但是其实也OK了 这么看其实也不错 那起码比写乐的那个压间也好 好 那个写乐的那个压纹也好 那好 那个笔尖大概就这样子了 那想看的那就暂停的看一下这样子 好 那个大概的前面的基本就这样子了 好 那个 呃说完它好也要说它不好对吧 那首先这样子 朱漆这个百乐的一个朱漆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是用一个硬香胶 然后附这个深漆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但是这个红色说实话 我第一眼拿上手的时候 它真的是很朱色的那种漆 跟网上看到那种比较深红的那个红色不太一样 相对来讲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白金出云赤溜的那种比较有深度的红 这个朱漆的话它很复古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它没有那个 因为它是走一个比较炫的一个色嘛 就我当时看到图 然后结果出来它是比较古色古香的这样子一个朱漆 那这个红色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像赤溜的那个红色我觉得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它这个红是赤溜那种就是它前面是深红嘛 然后底部是那个亮红色 我以为是那样子的一个红色 就偏向那样子非常绚丽的 然后结果现在买回来不是这个 那我这次比的是朱漆的话应该是新版的 因为我记得老版的话是三星的 那我只知道是新术不一样的 其他我真的不知道 但朱漆的话应该是没有三星版的 就我感觉的话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顶 这个笔顶的话应该是 你看这个塑料的亮节度 亮节度单属万宝龙 这个你看 这个亮节面它应该不是-7的 我觉得或者说实话吧 这两支笔我现在摸 说实话真的没有差别 我现在摸真的是手钢是一模一样 我一开始觉得会温润一点 但其实摸起来的话 我估计要非常专业 非常内涵的人才能摸得出来 我现在这么看的话 它这个因为7也做的 7我们都会在对比吧 然后看顶面这个非常亮非常干净 跟这个146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再下来看它这个的 哦那上面的应该是塑料了 你看下面的这个反光度 7的一个反光度 没有万宝龙这种这么锐利 你看万宝龙这个 这个反光非常锐利的 7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虚一点 那下面它是这样子 应该本身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印象胶的一个材料 然后所以上面的话还是这些 鼻尾做的还是非常的非常亮 但是7的这个部分的话反光的锐利度就没那么多了 应该就是单纯都把红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给上漆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的话还是以一个本身的845的那个基底来做的 那基本上就是845的基础上面附了两 附了这个红色那工作应该是这么去做的 然后百乐的一个小球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配上这个845这个形状吗 呃个人觉得不是很搭 虽然说跟百乐73等等这个比较非常搭 然后845的话这个尺寸吧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像你看这支我日用的爱成大笔 那85我一开始以为它的定位吧是这个 然后再来这支山水吧 山水你看你看这个我平常就是我定义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以为845是这样子就是山水的这样子一个尺寸 然后结果没想到它是呃一个怎么样的定位 它不是千字笔的一个定位 它是属于这个呃日用笔就是属于说啊书写笔吧也不能叫日用笔就是书写的这样子一个干笔定位 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它的一个尺寸比我想象中要小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它也很轻 那很轻的话那其实它是可以日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说它配一个大尖了 但以它这个尺寸大小来讲的话 嗯 它又没有到146这么小 但是又没有到说149这么大 它是取了一个中间的尺寸 所以说这个笔的价格是卖你是一个千字笔的一个价格 但是你最后发现买回来的时候 虽然说这个笔看起来也很大 但是其实我现在手这么一拿 你看这个笔窝的高度也很ok 然后也很轻这支笔说实话也是算轻的 然后这么一拿其实你发现还是挺顺手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支笔的价格是偏高了 就是正常吗 我觉得它这个价格还要再降一些 因为它是使用一个日用笔不是千字笔 如果是千字笔价格再高也可以 但日用笔的话 然后卖一个千字笔的价格 这一点我觉得一般般 另外这个笔说实话真的是 就是这个金色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比如这个 百乐的金色其实说实话还是ok的 这你看这金色 它的金色会比白金的这个要 什么就是再浅一点 然后再下来了 笔顶这个地方真的做得非常棒 然后我不知道是一个金属键是什么了 应该是一个金属键 然后再卡这个印象胶 也不太确定了 应该是两个印象胶件 然后给它套上去 然后这个金属键 这个上面笔顶的金属键是一体的 但是笔尾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小气了 你这里加了那个 就笔顶这里有加一个环嘛 然后这里呢又没有加那个环 我觉得这一点就真的是差了了 比较小气 然后白乐的一个笔 就是笔这里的一个笔环中间的 还有这里那都非常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象征性 就是统一的一个认知认知度在那边 那这个没什么好评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 就是整体的一个品牌形象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然后配件这些的设计基本上都很统一 然后双星的就见能见智了 能有些人说它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薄了一层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摸不出来 你低于0.1的一个厚度的话用卡只是量不出来的 只能用机器去量 然后再下来了 呃升七的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呃刚才有太阳了 呃升七的一个好处啊看到吗 光没有那么锐利 看到吗 如果是146的话就是 146的话你看这个 我这个你看这个尖很多 你看这这边非常尖非常有延展性 你看这个它就是更多是光点 那这这就是一个差别 好然后我们再下来看 呃像升七的话就是它上面说 其实它也是塑料的一种 但好处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容易像146那种 那么容易有划痕 我觉得这个是 然后另外这个东西也比较复古 但是缺点是像我现在这么太阳上 其实这支笔是真的不建议这么干的 那平常最好是最好不 呃最好是不要 呃那笔的一个笔握粗细度 呃我感觉应该是比823的那个要粗一点 相对来讲比较好 呃823的没那么好握 其实也不会 823的因为是流线型 体型也比较小 其实也ok 那这支笔那首先买回来说 真的要知道它是可以日用的 它不是签字笔 但是卖了是一个签字笔的价格 还有一个就是红色的颜色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毒 那这两点真的要好好的去 呃怎么说就是去那个考虑一下 然后它应该是有配吸摩器的吧 对对对有配吸摩器 那这个的话我就 我这个我先不用这个吸摩器了 我拿一个那个 因为这个说实话空气 这个是新版的空气是吸摩器 呃老板的有看过这里是金属的 新版的这个好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用起来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也喜欢用 但是鞋而且 呃洗笔有时候怎么讲的 吸摩器没能洗干净 那笔还是能洗干净的 我直接拿一个那个 我看一下我哪一个这个空四式的吸摩器吧 我哪一个空四式 还好有别的摆热的笔 可以ok 好 这一支应该没什么人有见过 我很久以前有做过的 这一支是摆了MVU的长钢板 很多人问我那那只 短钢的不锈钢叫什么 那只叫MVU 然后那只有长钢 有还有短钢 这一支是长钢板 然后是反正就是1970年的一个作品了 反正是好 那然后这个 哇这个什么你看 亮度真的是好 我们先赶紧来试写吧 我我这真的有无人吃的 这个他反而是这个 以他这个价位来讲说实话 这个没有我想就是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也不是说他这个笔不惊喜 这个笔也很惊喜 然后845的话也是一个双色双色间了 但是如果是说你单纯为15号间 我觉得73也可以 然后你再去拿给别人去度 那我觉得也ok也能做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好上一下墨 这个 好那应该是少数笔我会上满墨的这个 ok 哇这个真的是 这个笔真的 哇太漂亮了 这一支笔真的 虽然说没有到想象中那种那么的激动 但是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 845的细节真的是真的是很到位 这是实话 然后这个你看我这没拿笔也很清 其实真的日用没有问题 完全完全是日用笔 然后卖你一个千字笔的一个价格 嗯有点坑 说实话 我有点觉得觉得我被那个被坑了 就这种感觉 146的话他定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呃 呃 日用笔吗 那149千字笔 我觉得那个就非常好了 这个的话他就有点投机虚效 那上面我已经写了那个 波泰面的波泰片0.5了 那我干我就直接写这个吧 呃 845 OK 然后白乐 然后我这个是正常的 我用的一个粗细正常是这样 然后 这个粗末 哇你看这个空墨 粗细非常精准 比肩的话 平白乐的品控 还是所有钢笔品牌里面的第一 就是这千五股 然后你看这个声音没有我现在写真的是没有声音 因为你看这个我我压一下肩 不是你看其实我不太敢压我很轻 就是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这个笔是这样子 首先呃 斜起来呃 逼尖但是他没有热刀切换 有那个感觉就是很真的很中性笔那种斜感这个第一个 另外一个他 他 阻尼感来讲的话 可能是因为前端是一个刀锋打磨的一个原因了 所以说他这个 怎么讲 B肩我有点预感还是能小扒一下格子 但是不能做 很怎么讲你说要很细那不可能了 然后他B肩另外一个比较意外是他不是热刀切换油了 那毕竟是热笔 所以说他即使B肩的话你不会感觉到像百利金F肩的那种滑度 然后再下来了这个就 我觉得最近啊就是你呃 我现在就这么你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就这么滑一笔 然后你看这里还没有干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就是说我平常比如说我这个是纸的平面 然后呢别的钢笔可能就这么点 然后而且马上就干了 百乐的那个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墨的一个缝面 就比如说我笔尖是在这里 然后我这么去写 然后你会感觉当然这个是画的比较夸张了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我笔尖很准B肩 然后我如果是细笔的话 那就那个效果会更有特色 初步尖的话反而没有人突出他这个的一个特色 然后他这个的触摸比较大 所以说这支笔首先他不适合一个快写 或者你拿笔的时候要这样子 偏尖要尽量往前这样子去写 那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如果我平常我的一个握笔方法 或者我的书写姿势也不是很正确 我平常看的多你看的都这样的 但如果写最好是这样子写 像这样那会好一点 然后这个触摸大 但是笔尖的品控真的是非常准 你看这触摸真的是 正常欧比日比的话都没这个问题 但国产笔如果有用过都知道 他这个八字是完全可能我这里细 可能我这里往上的全是细的 然后这里往下的全是粗的 那他这个就不会 你就不同角度写都ok 我试一下反写 之前有观众说一直叫我反写 我来试写一下吧 好吧这支笔不能不能反写 这个不能反写好吧 那没办法了 好那整支笔的就是说实话 真的非常开心 这支笔说实话 外观等等的都没有任何大问题 我都我都挺满意 那唯独的还是刚刚两个点 第一个红色的颜色 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红色 因为红色有n种红色 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一个红色 另外一个这是一支日用 但是卖你千支笔价格的一个干笔 那如果你喜欢生气喜欢复古的 那百乐这个大品牌 无腻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但是如果是说你说价位不到的 我更推荐去用万家的万家的一个价格的话 比他划算比他便宜 因为这一家应该是我在淘宝上面价格最低的845了 然后万家的价格的话还能比他在万家那一支即使是次六 那不算他只会次六同等级对同等级还能比较便宜一个五六百左右 而且还是次六 他这个租七的话他万家也有 然后价格上来讲也一样 反正上彩色七的万家都差不多 而且那一支的话 唯独的话一个问题就是他比85要大 写起来的话可能没有85的这样那么的行云流水 因为85的这个日用尺寸基本上跟一次六是一样的 好那今天的一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也可以叫我微信 然后我把你拿到那个微信群 那如果有什么我讲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次见拜拜